那当初也是因为他恐吓我们说 我们破坏他的现场的里面的这个设备 所以我才请媒体进去里面 那这部分他要求我赔偿11万多 痛批张淑金欺人太盛 还收媒体采访费 租屋房客前前后后被索赔26万 企业要解除的时候 我们搬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当场要还给他钥匙了 那他不愿意跟我们点交 不愿意拿钥匙 他后续说要我这部分就要赔他4万多块 石小姐和女儿去年1月 向张淑金租了新北市一间套房 备收5万3700元押金 入住时候张淑金攻称房子漏水 于是他们先挤到了这间东西堆的 密密麻麻的小房间 过了几天再追问 张淑金不但没有回应还拒绝退款 甚至要求索赔包括违约金6.4万 钥匙没还5万块 承租和放行李的两间房4万元租金 还有媒体入内采访费11万 总共26万 他觉得他这件事情都是他受委屈 他受到伤害 他不认为自己有错 闹上法院最有法官判决房客胜诉 张淑金得还5万2100元押金 而张淑金曾被踢爆给房客一堆烂家具 现在被爆料从这来 民众向我们表示 这间就是张淑金的废弃家具工厂 而且后方的这台灰色小轿车 就是张淑金的日常用车 张淑金张小姐在吗 有人在吗 虽然车子在但任凭怎么喊张淑金就是不出来 里头灯光昏暗还养了两只狗 不过看看工厂外面堆放了成堆的旧家具 大冰箱小冰箱还有塑胶椅 最诡异的就是一只怪娃娃 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说是什么欧洲进口的十几万家具 而这样的吸血行径 也让张淑金官司产生形象负面 东森新闻余子瑶 前例如在台北报导